那就开始你的表演 好 首先是我们来选择这个鸡翅 不要选翅肩 翅肩骨头比较多 吃点比较麻烦 没有什么肉 选翅中呢 然后肥瘦肉啊 比例是比较好的 那翅根行吗 翅根有点柴 而且它皮比较多 不好入味 这咱们要改一下刀吗 对对 我们需要改一下刀 让它方便入味 因为这边皮比较厚 所以在这边多滑稽的 咱们接下来 这个鸡翅是要腌它 腌制 腌制一下 然后首先我们是用一点这个姜 可以腌鸡翅去腥的 加一点这个蒜末 炸起来会比较香 会有一点蒜香的味道 生抽 生抽 我们用一个太太乐的腌灰酱油 稍微加一点的话 它就是能够起到提鲜的作用 你知道加多少吗 你就加 因为我看你也没叫停啊 这个是不是 也可以 你就是一个DIY达人嘛 对不对 我无论加多少 最后都能够变出美味 那也不是 太假了怎么办 我觉得炸鸡室也好啊 或者说是这个炒饭也好 属于那个我们厨房达人里面 最初级的 入门起的吧 入门起的 没什么难度 你用的妙招是什么呢 用零食代替一种 特别难买的一种食材 而且它容易保存 味道是更好 感觉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常见 因为又能够替代 又能够提味对吧 是挺常见的 挺常见 我感觉挺不常见的 那看一下吧 看一下 就是薯片 就是薯片 哇 这 这么多种的薯片 哪一种会比较合适呢 一般会用这种 稍微厚一点的 质地比较硬一点 会比较脆一点 这种的 其实属于玉米片 然后它炸出来就会很干 吃起来会 就口会很干 很口渴的感觉 这个是合成薯片 然后炸出来之后 就比较粉 然后这种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这两个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味道比较重 一个味道是比较淡的 我们之前不经常用面包糠吗 面包糠它一买就买了 很大一个分量 然后用不完再倒过去 就整袋的都会坏掉 吃的吃的浪费了 像比如说这个薯片 你用不完还可以自己吃掉 那么咱们就取这个薯片 剩下咱们开做好吧 咱们这个怎么处理呢 这个先需要把它撬碎 然后你帮我准备鸡蛋和粉吧 好 这个鸡蛋呢 要打蛋清 还是说蛋黄和蛋清都要 全蛋 全蛋 这个的话就是直接 就是裹上我们的这个薯片 就能够炸了是吗 不是 还缺一个红薯淀粉 为什么还要加一层淀粉呢 这个 让它形成一个特别密集的壳 这样鸡翅水就不会出来 这也是我们俗称的 像这类菜品的一个过三观 就是拍粉 脱蛋 面包糠 我们年轻人不叫过三观 不叫过三观 我们年轻人叫 长哭隔壁小孩三见 就是把隔壁小孩 就是长哭了这种 对吧 对对对 这么厚往腰 不啊 你裹完之后 在上面抖一抖 也不能太厚 太厚的话 它会壳子特别的硬 然后炸还会裂开 然后放在蛋液里 裹蛋液 裹的很好看 很专业 很高级的感觉 对对对对 而且它把电液糠 带气 电液糠糠 是比较容易吸油的 对是 薯片它吸油性 就没有那么强 吃起来不会很油腻 很多家长就说 哎呀 这个吃零食能行吗 一看到这个零食入餐的话 那么不是孩子的话 都不吃正餐了 不啊 你本来就控制不了 孩子吃零食嘛 主要是吃零食 担心的是他不吃主食 你现在把这个零食 和主食放在一块 他吃饱了呢 他既吃了 他这个肉 有蛋白质的摄入 然后他还吃了 他这个薯片 孩子也比较好吼 家长就比较用心 等于是说 我吃了正餐之后 既感受到零食的味道 同时又把正餐吃了 肚子饱了之后 就不去吃零食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炸吧 这就是油温烧到五六成热的时候 下孕就可以了 你看我刚刚我们不说到 就是说用零食来做菜 其实挺好的嘛 我觉得很多孩子开心坏了 但是零食并不是说是 狭义上的那种薯片呀 澎化食品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 什么腰果呀 花生啊 都属于零食 也都可以来做菜的 等于是说 这个孩子们故事说 随便什么都可以拿回家去 还是有选择性的 对呀 山楂糕有助于消化这种的 也可以 这等于是说我们顾大叔 如果说你自己有孩子的话 单让他吃零食 你是接受不了的 极其讨厌这件事情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对 避免不了他会在那些零食架上 转油 对 就是反复的丑 非得让你买这么一两样 偶尔会给他买一点 就会挑一些比较健康的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那些山楂糕 对 对 拿回家去给他用山楂糕 给他熬一些糖水呀 或者说用一些坚果 给他做一些早餐粥啊 都可以 这期我得让我媳妇好好看一看 这要炸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等于说 大概我一般都是炸五分钟 葡萄虾里面那个皮 油脂会融化掉 然后吃起来就是比较香 没有那么腻 好有迈向啊 这迈向也迈向 特别有面 还要做一个炒饭是吧 对对 我先炒饭 然后大厨你帮我看下油温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复炸 对复炸 接下来我帮你复炸一下 复炸 这活我干得漂亮好吗 对 相信你比我干得好 这个炒饭也要用到我们的零食吗 对 我今天要用猪肉腐 在里面有吗 这个 有有有 我带来了 四倍食材 对 猪肉腐来炒饭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比如说我们用腊肉啊 或者是用那种培根啊 对 你是受这个的启发吗 这种炒饭 但是培根 平时也不是特别经常吃嘛 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烟熏味 然后腊肉北方也不是很容易买到好吃的 所以还要处理一下是吧 对 需要处理一下 你看我们腊肉一般比如说炒饭之前 它都会拿来轻轻蒸一下 对吧 没错 这个我们的肉腐需要把它蒸一下 或者是把它泡水 不需要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就比较软 然后也没有腊肉那么高颜 对 好 咱们要开始炒饭了是吧 对 先开始炒饭 我觉得炒饭最关键的是米很重要 对 就是你要炒得粒粒分明的那种 粒粒分明还得弹牙 所以今天我们用了这个福利门精甜米 它这个米炒起来就会粒粒分明 对 而且重点是特别的香 买米买面认准福利门 中凉福利门米面 回家吃饭指定米面 那今天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呢 我今天主要用蛋黄 用蛋黄的话 它炒完之后 它那个米是金黄色的 对 然后而且还 不管是剩饭还是新饭 它都可以刻刻分明 好 可以起锅 我们现在加一点油 把那个饭炒开 它特别香 对 而且你发现它用了这个蛋液之后 感觉特别的黄 特别的有食欲 对 这个其实无论给小孩吃 或者说是给大人吃的话 这种满足感是很强的 对 所以当时的话 就从那个电视行业 调出来的话 也是因为做饭 它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对吧 对 其实烧饭还是享受比较大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炒配菜 原葱 洋葱 先把这个洋葱爆香 然后比如说葫芦 不是很容易熟的 就先放它 其实这道菜也比较属于 像这种清清香的一道主食 你家里有什么东西 往里面放就可以了 反正只要是能吃的 只要你爱吃就行 然后就下饭了 对 下饭了 我发现你们这个 做的这个菜的比例 和我们的这个饭的比例 感觉菜的比例要 基本上 更豐富了一些 对 菜其实可以少放 但我平时比较多放 是因为 平时我爱吃清菜的成人 或者是小孩 你就就着那个猪腑 就把这个菜 它就吃进去了 因为它味道比较好 对 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 很营养平衡配比的 这样的一个炒饭 现在我们放一点鸡 喜欢吃的鸡盐 而且你发现 它基本上没有加 什么调味料 没有 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会加一点辣椒 现在我们有盐吗 当然用 我们用这个 来自茶茶盐湖的大青盐 好 好 你需要个碗 把它做个造型 不烫吗 还好 习惯这种温度了 好的 完成 来自我们 美食仙女的上的一个 两个作品 我们先来尝一下 这个我们的鸡翅 首先我就是 一咬进去 我能不能感受到 那个薯片的存在 特别的香 对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一壳 非常的完整 关于是 大家听一下 就特别酥脆的那种口感 我觉得真是一道大菜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再来尝一下 这个炒饭 这个味道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种类型的炒饭 感觉 置身在 湖南四川一带 对 因为他们的炒饭 是会加辣的嘛 对吧 对 但同时它里面 又有甜的味道 特别好吃 好吃 是吧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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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